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拍影片呢 肯定燈光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今天就先從燈光開始下手 那通常拍片的話 燈光師跟攝影師其實他們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溝通不良的話 如果攝影師架自己的東西 燈光師架自己的東西 最後拍攝的時候肯定就會很可怕 那燈光的面向整個會亂七八糟 所以溝通非常重要 但是我現在只是拍自己開心的影片 所以就沒有插他自己架自己的東西 今天我沒有要用揉光閃 所以我們先把它收起來 那我們今天呢是要開箱一個鍵盤 那鍵盤通常按鍵就是會有凸起來凸起來凸起來 所以我想要讓那個質感有凸起來凸起來 那個陰影更明顯一點 所以我想要用一點硬光去打那個鍵盤的輪廓 讓它一格一格更清楚 所以我想法是在這邊加一盞 然後有鏡子這樣子反射過來 讓那個硬的光可以讓它持續更遠 讓那個fall off那個是什麼 滑落那個平方反比定律嗎 invert square low 反正那個東西讓它距離更遠 讓它滑落那個速度更慢 所以我們的光線就可以距離更遠 然後亮度是一樣的 那算平板燈嗎 對那是平板燈沒錯 然後就是在頭上這樣照下來 那從頭的正前方這樣照下來 就這邊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影子 這就是我想要的感覺 那我也想說我們可以把彩色燈棒 放到我們這個純白背景當中 讓後面的純白背景多一點線條 然後多一點色彩繽紛的感覺 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來動手直行吧 所以我們的主要燈就給它點起來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往上跳 跳天花板讓它有點柔和的光 打到整個房間裡面 那主要是它的某一部分來打到鏡子 然後讓硬硬的光 直接打到我們要拍攝的物件上面 就可以讓它有一個比較長的距離反射 這樣子看起來效果會更好 更符合我們的需要 我真的覺得相機如果直接架在 頂天立地架這樣子一根上面 真的是超級方便 這樣子調整高度真的是 超級快速 我只要輕輕鬆鬆 就可以來調整相機的高度 真的是超級完美 我超愛 好那我們燈光大概架好之後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我們的曝光效果 那我們就直接接上我們的圖傳 直接人坐過去看看效果怎麼樣 OK 所以我們現在單獨就是600D 然後打天花板跟鏡子的反射到這個桌子上面 那我們再開啟前面這個平板燈的話 我們就可以補足我們面部的光 讓就是 喔 而且這個是黃色的光 我特別調到比較暖的色溫 讓它看起來跟背景跟前面有一點區別 OK 那我們的曝光差不多就這樣子 我們今天就是有一個柔和的光線搭臉部 然後有一個鏡子 硬硬的光加上Fernel這樣打過去 直接硬光 勾人的臉背後 跟產品的側邊 就讓東西增加立體感 那我們麥克風接一接跟攝影機接一接 我們差不多就可以開始拍攝了 OK 見過幾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成功把我們鍵盤的影片拍完啦 那影片在下方連結記得去看一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裏有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